天秤女就只有長得像女人 这点也蛮好的 就是不够性感 梅花系列我们终于来到了天秤女 天秤可是生产美女十二星座之最 没有桃花 那事情有点严重咯 天秤女只要进入一个新环境 因为她的外在条件 一定很容易引起周遭的轰动跟打听 很多男同事男同学 都会开始打听 她死会了没有 有没有男朋友啊 但随着时间一长 天秤女周遭的人都交男朋友了 就只有天秤座还是孤单一人 为什么呢 因为天秤女 可信像男人 长得美却不性感 甚至不敏感 说出的话硬邦邦 有时候还带有强势的金属声 工作上还特别严格 而且是个工作狂 所以咯 这样的天秤女在职场上 一定是春风得意 但上述的反差 已经把男同事男同学 吓得不要不要的 对天秤女而言 朋友就是朋友 怎么可以变情人呢 所以如果朋友告白 她会觉得 你怎么可以对我有非分之想 所以如果天秤女 把你当哥们 你却想跟她搞暧昧 天秤女就会装小白 消遣你 吐槽你 用这个来阻止你 而且如果再严重一点 这样都阻止不了你 那天秤座可能连朋友都不跟你做了 至于你不是天秤座的朋友 也不是她喜欢的人 那他们就更无所顾忌了 当她嗅到你想追她的讯息 那她一定会自动远离 不给你任何机会 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 那就是天秤女跟 不那么喜欢的人出去 她会觉得很空虚 比单身还要有孤单感 所以咯 爱慕天秤女的人 或想追求天秤女的人 请先确认她也喜欢你 不要轻易地告白 否则会死亡神之病 大家以为天秤座嘛 风向星座应该善交际咯 私生活也应该很精彩咯 那你就错了 天秤座平常工作那么累 休假的时候就喜欢宅在家 好好休息 我们天秤座也很喜欢宅在家啊 因为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在家里做 可是天秤可不是哦 他们宅在家 就只有宅而已 什么都不做 如果可以 天秤座会希望自己一直躺着 然后也蛮难约的 因为可以不要出门 就不要出门 如果可以 她可以三天不洗澡 三餐靠巷口的便利商店解决 这种状态的她 说真的也很难放电 也没有心情放电 其实天秤座还有一个最麻烦的地方 那就是她不喜欢被追求 如果真的喜欢的话 她倒是愿意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型的天秤座呢 会想尽各种办法 问到对方的电话 或者是找各种理由 打错电话 故意丢错讯息 或制造各种机会 而且不但主动 还有点死心眼 这样积极的天秤女 遇到好男人就算了 问题是遇到渣男 也一样这么死心眼 没办法转身离开 因为天秤女实在太慢热了 而且毛还一大堆 喜欢上一个人 对她来说实在太难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 很快放弃喽 而且天秤女也蛮喜欢自己 喜欢上一个人的感觉 这种内心丰盾 然后每天患得患失 还蛮有寄托感的 所以她实在舍不得放弃喽 你有病吗 所以往往导致 爱错的天秤座 也还是一样会把时间 蹉跎在不对的人身上 真正的桃花怎么会进得来 这也于是会让他们的苦练 还会持续好一阵子 怎么结束苦练呢 那只好等天秤女被甩咯 还有点难甩 可能要一甩二甩三甩才甩得掉 所以最后要总结一下咯 天秤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桃花吗 首先个性请不要这么别扭 或者是请记住 不要在工作上吓死别人 还有你什么都不做 桃花就已经比别人多了 要好好珍惜咯 老师梅花系列出来的时候 最多天秤女敲碗 他们是不是很不了解自己 你们比别人更没有自知之明 你们可知道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天秤座往往是 遭到了很大的打击 她才如梦初醒 发现自己原来的方式是错的 对 而且打击都比别人严重 比别人大 因为之前天秤女实在是 太信心满满了 比如说她认为她很有意愿结婚啊 她也把自己搞得挺不错的啊 她很努力工作啊 应该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配偶这样 殊不知人家要的也是一个女人 对 那你们实在太像个男人了 就只有长得像女人 好 这点也蛮好的 就是不够性感 好 各位 有没有什么天秤男的问题 没问题吗 还是都离婚了 因为很多人觉得天秤座朗朗厚 对人都很好 他们究竟对喜欢的人跟普通朋友 有什么差别呢 我告诉你天秤座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相信吗 其实天秤是一个遇到别人就变种的星座 在外人面前形象很重要 而且不熟的人面前 他尤其是要伪装成很和善的样子 因为谁知道你到底是会成为他的朋友 还是仇人呢 所以一开始伪装是必须的 天秤通常没有几个好朋友 他大概就是三个或四个或两个 绝对不会超过六个七个八个 其实仔细想一想 我们天秤座一副朗朗厚 但你会发现那是一种距离 就在这里了 好啊好啊 但再深入没有了 如果一个天秤他一直在跟你讲工作上的事 或者是聊他创业的内容 这种很ROUGH的课题 或者是跟你聊八卦啦 或称赞你 那么我想他是把你当普通朋友喔 可是如果他开始会讲心事 会跟你抱怨 然后你开始觉得他有一点负能量 他讨厌谁 然后跟谁有一些个隐的地方 他很困扰 不知道怎么解决 嗯 他有一点喜欢你了 因为他在你面前已经开始 不那么重视形象 也愿意卸下心房 还有天秤其实是非常喜欢聊天的 如果你们可以讲很久的电话 或每天晚上一定要通话 或者是见了面 他就跟你一直哇啦哇啦讲个不停 那也意味着你在他心目中已经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除此之外 如果天秤男开始对你没礼貌 你们之间就是有机会喔 因为天秤男是一个闷骚的星座 如果你们已经开始有点暧昧 他就会卸下礼貌的面具 可能开始讲话没有什么分寸 甚至有一点孩子气 或者他会酸酸的说 哎呀他不错嘛 你也赶快去教一个啊 当他会开始说起这些 没大没小 或者是愉悦奋计的话 那就代表他真的开始重视你了 这时候只要你好好看着他 跟他说 我觉得你才是最重要的 保证他的心里就飞起来了 我相信这种很自然而然的方式 绝对会增进你们之间的温度 让你们的感情续续分温 如果你很着急 那请不要找天秤男 因为他们必须温水煮青蛙 你要很有耐心才能慢慢的煮熟他哟 有人会说老师我遇过猛攻 然后猛进行的天秤座 并没有温水煮青蛙哦 那么他们是不是变种的天秤呢 我要告诉你他不是变种的天秤 他们是渣渣型的天秤 因为在他心目中他是在游戏人间 或者是他觉得他更自恋 更想展现的是他的魅力来吸引你 所以他爱的是自己而不是你 那么在追你的过程中 他也在享受这个自恋的过程 他会好好对待你们的感情吗 危险性也非常的高 所以这种自私自恋型的天秤 就很可能是我们心目中花心 或者是渣男型的天秤 你一定要当心哦 老师天秤座是不是不管天秤 一旦突然变冷淡 那一定是你做了一件他不喜欢的事 使得他的感觉淡掉了 你不要看平常天秤男很随和 一旦他淡掉了冷掉了 那么他要说多冷酷就有多冷酷 而且他不喜欢的话呢 他就不会给你面子 这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冷静一下 绝对不要追着他问怎么了 或者是表现得比平常更殷勤 那个时候的他只会觉得这样的你很烦而已 天秤男的自我 不会改变 天秤男的自我 不会改变 但我觉得他会调整他的方式 改变也是因为他觉得他想改变而改变 所以如果他是个工作狂 他现在就觉得工作很重要 他就必须那么狂 他也不会因为另一半的阻止而不狂 所以天秤男怎么做绝对就会game over 我觉得你不会花心 或你不能比他花心 你比他花心会让他就冷掉了 因为他正在投入这段感情 那你不要忘记了天秤是可以瞬间冷掉的 瞬间冷掉或瞬间软掉 我们常说他们虽然感觉人很好 很念旧的样子 对旧朋友他们是绝对都会保持联络 可是只要是分手的另一半 那个是绝对不会再理的 天秤做会觉得 那个时候我已经全心全意在里面了 那既然要走或者是有下一段 我也要全心全意在下一段 倘若前任不断不断的想要表达那种 哎呀我好想念你啊 当时的你有多好啊 天秤也不会动心的 因为天秤会觉得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珍惜我 或者是觉得没有必要再联络了 我现在全心全意都在后面这一位 在一起的时候 好好珍惜天秤比较重要 你说实话就是跟天秤相交的吗 有啊 你走开啊 嗨大家好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